看看这宗UNIQO万宁大妈2.0事件 又继续发生 男事主 顾客是男子 原来较早前发生 只不过他以为个别事件没有张扬出来 但他自从看到万宁那件事 他觉得这些歪风不能被他犯男 向Channel C举报就申冤 借用Channel C的截图 影片已经去到43万 有3000多个留言 这两个是大妈 我们之前也说了万宁那件事 会不会是大妈保安 请一些便宜一些 越便宜就越多 这个是大妈的嘴唇臭到不一了 另外他的partner不知道是 上司高一级还是本身 是特别臭串的样子 又不男不女的 这些如果你跟他做同事 就麻烦了 或者他是你ahead 你真的要辞职 这些 样子又臭到什么 不知道以为得罪了 祖宗十八代的人 你请这样的人做便衣保安 就是像陈浩南说的 我不妥就逗你 查单 拿单出来 卖你东西偷东西 神经病 他幸好遇上那个男子是斯文 你遇上那些懂得玩 玩到最大为止 例如之前 有个内地客去日本东京银座 一家名店就招了 全部的整间店的职员跪在那里向他道歉 总公司又发信 总店长也去到他的酒店再道歉 但是这些 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查单 但是你不是捉住他的手 他一直不展示保安证件 他还要说我没有捉住你 但是男事主说你有 你捉住我 不信就查闭路 还要不认错 还要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正常 如果这些 我先说 其实我是 强烈希望unico 万宁 要发声明 这个声明是面向我们全港市民大众 现在我很害怕 我不敢再去unico和万宁买东西 以至 他连累了一系列所有大型集团 因为我不知道这大型集团有没有 失职的便衣保安 激势的恋是 igg omdat 他用一些雅巾 用一些工会 加动一些穿 Besides 羞 inclu енить一些医院 做一些招作 使用一些销 私人事是瘋了于是 瘋了还我要说 如果不公开交代 你究竟有没有请便衣保安 你说有的 我不帮衬 你不交代 也当你有 不帮衬 我们要去帮衬一些没有请便衣保安 总之有些百货公司有个穿保安制服的保安 在百货公司走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请便衣保安 你要想捉到人便用这些方法 还要外判出去 外判出去便出现这些质素下降 现在是牵连整个行业的 例如的士业为何少人搭的士 就是有些动作骂人 有些动作骂人便免得煞气 非必要也不乘搭的士 因为你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坐着过的哥 骂人或什么 扔钱到地上 你自己执行 不乘搭 现在也是 原来不是个别事件 原来不是曼宁一间 Unical也有 其实也不跟Unical有关 所以我说 他们应该要做公关危机 要发出一篇郑众的书面 在他们Facebook社交平台 面向全港市民大众 你们发生什么事 至少Unical是要做的 曼宁也应该要做 不知道他做了没有 如果做了我们再跟进 下一条影片 你要告诉别人 你不是说 说给Channel C就可以 Channel C向你查询 那些人不看Channel C 就不知道 他要面向什么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不行 然后他又不出事证件 他出到去 如果在街上 你不能有两个陌生人 指着鼻子 要我做什么 要我跟你去哪里 神经病 谁知道是否绑架 的 的我不知去哪里 后巷劏死牛 怎么办 我跟你走 立刻原地报警 如果我就 就算他出事证件 我也不会理他 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一定没有偷东西 你再接近 我立刻报警 然后你有什么 你找一个人进去 店铺叫总经理出来 三个在这个位置 谈清楚 然后我现在立刻会报警 我不知道你什么事 是否创死牛 立刻空下去 可以玩到最大的 可以玩到最大的 然后先报警 还有现在 你们请这些便衣保安 也会显示 一件事 如果 有copycat 怎么办 有人 现在多少骗徒 刷 到处抢 骗人 什么党 什么党 在街上 多危险 你还容许便衣保安 那些便衣保安 当街去夹人 俏手 枯颈 神经病 很离谱 我看了很愤怒 所以我为什么叫 起码 UNICO 曼宁 他们要发这个声明 以至其他 其他公司 这个时机就对了 一个完美timing出来 漂亮 抽水 如果哪间公司 是没有聘请 从来都没有聘请便衣保安 立刻可以学现在家私那样说 我们近日 原来很多新闻 关注到公司有没有聘请便衣保安 我们本公司ABCDFG 在香港 俄立建基50年 是从来 留意 从来都没有聘请便衣保安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安心前来我们的公司 去安心购物 立刻漂亮 第一 第一 我们不敢来 哪间公司出来发声明 他没有聘请便衣 我想立刻升两三成 仍然说 真的 因为这条Channel C的视频 已经40万 留言数到3000多 明白吗 第二 第二个危险性就是 如果有copycat怎么办 之前有张军澳 两个大妈 当街绑架 在商场当众夹走了 小孩 后来立刻捉到 如果有copycat怎么办 什么 你刚刚在里面买东西 麻烦你跟我过来 我们要查一下 查单 跟了后行 给他劏死牛 怎么办 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会有 我听说 在商场 将军澳大商场 日光日白 直接绑架了小孩 什么都有 怎么会没有 多危险 现在在街上 日日报新闻 条条 这些抢劫 行骗 那些常常呼吁 在街上 不要玩手机 不要做梦 要集中精神 提高警觉 很危险 现在在街上 你想到想不到的 都有机会发生 你不出事证件 你出事证件 我没得信你 在街上 瘋 原地 原地 先报警 然后你要查什么 你进去 叫你最大的 我不会跟你进去 我现在报警了 有什么跟警察说 我绝对不会跟你进去 然后完整件事之后 你是最大的 现在我投诉你 这间分公司 我如何投诉你 玩到一动都没有 神经病 我看见了生气 这样做事 一个差的服务 你有没有看过 销售学那些说 服务学那些说 一个差的服务 是 那个损失是 远远大 比你 可以想象到的范围 牵连很巨大 还牵连别人 牵连其他行家 如果我是这个小孩 假如进去店 我找了你这个 你说的事 喂 姐姐 你很忙吗 我现在投诉你 你还在看自己的东西 你先看完 好吗 那你给我个电话 我和你最大的投诉 你这么忙吗 这么忙吗 即是玩到他 你还在看自己的东西 我在外面被这两人夹住 我又绑架 你还看着东西 你看够了吗 看完没有 他还在看自己的单 我似乎 我懷疑 神仙 是荒谬到一个绝论 以前有时我认为 Unical服务挺好的 他们有个意识 见人打招呼 诚恳那一只 原来你有些分店是这么差的 然后一路拒绝 出事证件 后来先写利器出的 还有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典型那些 有事就当没事 明明捉住人 又说没有捉 后来还跑了去 神经病 我跟你说话 你跑了去 他这间店 这么差的 现在你正在被人投诉 你明白吗 我不是找人叫 我真的在外面被你两个 不知道是否同事 夹了回来 你还看自己的东西 你知道这些东西可以多严重 简直 简直 后来 那个歌仔又懂得玩 再要求见另一个便衣 这个是男男女不女的 然后那个嘴唇臭到不一了 又是见到不开胃那一只 然后一见人拍摄 还好像很兇 一样 他拍摄我 我不会跟他说话 后来 Channel C 还看到 之后再去那些铺 铺铛 原来又继续有这些铺铛 即是不用去的了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下一个被人简颈的 没有人会这么有空被人简颈吧 那个心灵创伤很大 现在我们没事 局外人都看得生气 都因为这样而冻了干货 他们如果Unical不发声明 我想他们会错过一个挽救公关的最好时机 万宁就这样潜水了 但现在这件事 连带万宁和Unical 其实都应该要严正面对这件事 要详细交代 譬如你为什么要请便衣保安 当然你有权不交代 市民也有他的选择权 但我就说其他那些 就可以乘机一个好丑 如果其他那些 从来没有请便衣保安 或者只是请制服保安 立即可以出来一个好丑 保证升回10% 现在这些市场 这些免费公关宣传 也不知多难得 不是你请打 你跟逐程序做 你外判出去 原来这么业余 即是我不妥理 觉得你样子坏 就可以这样夹你了 随便逗你了 还说查单 查单没问题 他的程序都做错了 我们看看网民的留言 他说如果是我两个大妈 这样搞法 晨早报警上了警局 我以为被人打劫 不知不知道 真的以为被人打劫 还有很有阴影 我们这样局外人都觉得有阴影 最好笑的是有个人问 香港什么时候变了要请便衣保安 他说我是长者在香港60年了 从前那些店 根本不需要便衣保安 今天各大店铺商计聘请 其实是有的 那些百货公司有的 但问题是否随属自己公司旗下 但现在很流行外判 外判便保证不到质素 便会出现这些荒诞的剧情 他又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妈1号便衣保安 嘴唇相当惡劣 然后2号来保安的隔队也是臭得不得了 才令人火滚 有人说应该直接向日本总公司投诉 有人说到了 这次香港人真的要出声 因为分分钟 我听说那些copycat 分分钟 人们就是这样来抢劫碰瓷 什么都可以 一句便衣 不用出证件 就为所欲为了 跟我过去先 大哥 我怀疑你什么密密 为什么以前有一期很流行 叫警察出事 找人证 就是怕 你怎么知道 你务警怎么办 每个凶神恶势 买来 拿了身份证出来 你这样假扮警察怎么办 会有很多危险 万一有人用这些东西去犯罪 便很危险 他拒绝出事证件 那两个大妈 后来说了几十次才肯出事 原来不是直属他们unicode 是外判的 有什么不见光 外判便外判 是职员便职员 为何连出事证件都不肯说 很多人当然说这些店铺以后都不用去 这样搞法 有个人说 我上星期都去这家店 被职员怀疑偷东西 追到我外面街 结果询完误会一句sorry 都没有就走了 不知道 他这样说 有个网民 是实名的 他有头像等等 这些又是营运成本问题 又说出重点 你又要玩自助落单机 减少收银 你也想剪人手 减少人手提升服务 你又怕人偷东西 又再请外判保安 当然是最便宜最漂亮的中标 那些便宜的又怎会有钱培训 请到这些大陆妈妈 有身份证 有呼吸都请了 结果就搞到一祸足 还有有人说 现在因为不允许包包 你要买一元几元过 那些人在你那里买完 cashier 那你当然是塞进自己的袋子 我没有袋子 就大摇大摆拿着走 所以我上次万宁都说 你一定是由头到尾拿着单单 一路出去 而且现在你出去也不要丢单 我今天买了一些超市的东西才想起 这件事就想起 我一般习惯 你买完东西 我出门口你没有人问 那我完成工 完成了购物 如果不要退货 那那张单便会废费 有时候可能我超市对出便会有垃圾桶 我通常会撕烂那张单便会扔掉 我难道回家再扔掉吗 今天我看完这件事 第一我要一路拿着单单 拿回家 谁知道我去到哪里才有个大妈来夹我 你买了几件东西 我去查查 你的单单呢 我撕烂了 这样就糟糕了 因为他们这群未审先判 我觉得你是就是 你明白吗 他们的行为就是 我觉得你是就是 然后查错了 哎呀哎呀 这样 连sorry都没据 所以大家要留意 你买衣服 它有退货 多少日换货 你一定要继续这个紧 如果你打算没需要 转头在外面垃圾桶 你把垃圾桶扔掉 你跟着50米之后才有人来 叫我拿单 那就糟糕了 第三个问题 UNICO 曼宁 知道哪三个问题 你害怕香港市民 这是第一条罪 第二个问题 就是如果万一出现 copycat 你托蓝 看也不要看出现 求神拜佛 下星期我们报一单 如果真的出现 搞笑 什么什么 现在连词商情证内地大妈冒充 衣服店职员要求市主出示单据 再带到去后巷 搶电话 搶银包 搶袋 哇 那你就糟糕了 你们真的说笑 不是说笑 真的有机会 第三 万一那些人 有个习惯 出到门口 丢单 然后才被捉进去 你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怪错人 还要搞到别人一锅捉 又要报警 又要再查回信用卡 或者巴达通 查回信用卡 查回信用卡 你做多多少东西 其实真是最大的公司 比如 可能一些主题乐园 你不是太猖狂 就是一件半件 真的 当成本费用 说真的 你真的太猖狂 这么巧被人见到 或者在店里看到 有人报 就是有人撻东西 报报保安 描述那个人 多少多少身高 怎么样 等到他出乐园的时候 先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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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到一边看看 这样 这样 你要 未审先判 人家是确定了 确定了 有便衣 开始跟着他 当然那些在主题乐园 才实施到 他还未走 他在乐园困兽斗 你都不是 你自己都不知道 其实那个 前后次序都错了 这些大妈 他只是看到 有人把衣服 塞到自己的袋子 然后出去 那你就当人偷东西 是不是 你是不是应该 布在收银机那里 还是怎么样 你都没有办法 确定他去偷东西 你就出去 怀疑他偷东西 神经病 你明白吗 意思吗 譬如 当我是便衣 我刚刚目击着 这个人 在那些衣服 那些衣服 那里拿了一件 我觉得他可疑 我就暗中盯着他 然后他兜了他库那边 又扮了东西 然后他又兜了他女装那边 又扮了东西 谁知道途中他开始 直接直接就塞了入袋 又药无其事 扮了东西 然后不买了 走 那你就可以查 但是 偷东西怎么会被你大摇大摆 被你见到 我拿着六件衣服 塞到袋子里 他说六件衣服 我怎么会被你见到 我拿着六件衣服 塞到袋子里 大佬 就是离谱 店员就算怀疑有人偷东西 或者未付款 要求查袋 其实是可以即时拒绝的 如果查就报警 就被执法人员查 更何况那两个保安不是执法人员 可以报警 告他们 弄伤你的手 如果在街上 我一定不会跟他回去 你有什么 你就找一个进去 叫你的经理出来 打电话 什么都可以 我一定不会跟你回去 我就保证是有单 但是我不会给你看 现在我马上会报警 我怀疑你们两个冒充这间店的职员 意图向我有所不归企图 各样的 你明白吗 然后如果那个经理出来 而这两个大妈仍然不肯出示证件 我现在跟他说 我怀疑这两个人是冒充你的职员 如果是你很麻烦 如果不是 就你麻烦 因为你包庇他们 做一些 似乎是违反了某些事情的行为 总之 总之 香港的那些经理是怕死的 那些经理很多都是废的 都是因为上边那个 就令谋高处 他们没有那么废的 就升了上去 很多是废的 一废你一空 就是你用道理 不要说空 你用道理跟他们说 他们是怕得泪尿的 先报警 在街上一定报警 原委原地报警 一定不会移动 谁知道哪次是真 转条街 被你滴上车子 剥光珠怎么办 我强烈要求 时限关系都不能说太远 强烈要求 unico 和万宁应该就事件 向全港大众 作一个清晰交代 要不然 我想到很难 有人再投信 有一票给你们 然后 就 献计就是 给那些 如果从来没有聘请过 便衣保安 或者一直都只是聘请 制服保安 这个时候 机会来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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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预纳扎根香港50年 至今从来没有聘请过便衣保安 任何香港市民可以放心 安心来我们店铺 尽情购物 哈哈 立即 好看 真实话 说道理 本集来到先 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订阅之前 对 气 就准备了 能力